环球网综合报道 据韩联社9月26日报道 韩国平泽市政府一位负责人26日表示 平泽港内HONET免税店将于30日停业关门 这是韩国部署SAD系统以来首次出现免税店停业的情况 报道称平泽港内HONET免税店的总面积达441 35平方米 免税店方面每年向平泽市政府缴纳18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048元的租金 韩国部署SAD系统后 竟由平泽港入境的中国游客数急剧减少 该免税店的销售额随之锐减 免税店要求平泽市政府降低租金 但遭到拒绝 因此不得不停业关门 据报道 韩国部署SAD系统后 多家韩国免税店的日子并不好过 但宣布停业还是首次实习编译 马竹娟 神稿 李婷婷